1.杨蜜角臭被写进漫画 杨蜜角臭的歌已经流传好多年了,最初是李毅把有个自称巨物的网友发写着,拍摄《仙剑奇侠传》的时候,确定穿过的道具鞋很臭。 后来在2011年2月上快乐到本营的时候,和几位嘉宾一起探索科学奥秘,和总说山羊对甜蜜和咸味比较敏感,然后小羊静止走,到羊蜜跟钱填起了他的脚。 其实被羊填脚跟羊蜜脚臭之间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,但是从这次事件之后,臭脚就成了羊蜜身上的一个标签,有时他也会在网络上自我调侃脚臭梗。 不过在节目中被嘉宾提到脚臭,也会尴尬的解释,我脚真的不臭,而最近有一大漫画节目,就借用了羊蜜脚臭的歌,少女名叫妮尔,家住山西洋家村,伸出了脚,旁边的大哥被吹晕了,看到漫画的蜜风气炸了。 节目讨把这段漫画节目,在长大的攻势下,节目很快也做出了道歉。 不过,因为没有该这样等原因,依然不能以致蜜粉的怒火,玩梗可能是为了帮漫画炒热度,不过这种炒作业比较容易,引火烧身,被队也算是活该了。 二,王源确认出演极限特攻四,一直以来,能在国外影视剧中出演一个角色,被国内演艺圈当作是荣誉的象征,也因此引发了圈内的各种撕逼,像反冰冰和李冰冰之前因为致蜜沙而展开的撕逼和较量,相同等级合类型的演员之间,抬前幕后,那竞争其实挺激烈的。 而昨天,极限特攻官微正式官宣王源,将加盟极限特攻四,并强调王源将在电影中作为主角之一参演,首先要祝贺二字弟弟,喜喜好栏目大片。 另外,有个观念我们也应该转变转变,美国人拍的片子,即便是烂片,中国演员能加盟反倒成了一种荣誉。 美国电影最近两年,在影片中,加入大量中国流量明星,明显就是为了在中国唐大的市场上捞金,到现在搞得他们那边已有烂片想买个好价钱,就想着到中国找个流量明星加盟,其实是一件挺粉刺的事情,连老外都想来中国收智商税。 三,朱一龙黑锦里,前段时间杨超越锦里跟很火,原本就是一个玩笑,在步步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下,大家调侃侃,笑一笑也是挺好的事情。 不过最近轮到了朱一龙身上就变色了,变成了黑锦里,什么叫黑锦里,有网友这样科普的,是一种通过辱骂的人来许愿的智障行为,跟不准死全家,的类型有些相似。 四,不过改了种方式,是骂了能转运,首先是一个网友晒聊天记录,这骂了朱一龙,干妈给了他二八零零图片发到网上,很快有了两万个转发,大多数转发都带着肮脏的词汇在辱骂朱一龙,通过骂别人来给自己转运。 这种低级运性居然都有人性,有的人真的该去找杨勇欣主任医师帮忙瞧一瞧了。 四,华语乐坛第一假唱,说起假唱,撒鼎鼎老师是当之无愧的第一,哗,通老板们还能脸不红心不跳的把他转过来接着唱,可见起叫唱功底之身后。 不过最近,有人已经超越了萨鼎鼎,一一首《为了谁夺冠华语乐坛第一打唱》,用语言和图片已经无法形容他的造像和尴尬,大家可以点击视频感受一下午。 光光了02年的时候,大花还是个小花,影帝也还新色,一部电影的庆功宴上,影帝可多了,指着大花骂他不会演戏,出名全靠睡导演,气得大花一听可了。 人过去杂在了影帝的下巴上,然后二人离场,今天的爆料就到这里了,记得留言来约陶爷我,想知道最后爆料是谁,就给陶爷点赞呀。